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咪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是一个讲述社会各类故事的频道,如果你喜欢咪妹的故事,请伸出你发财的小手帮忙点点订阅,您的支持是咪妹更新的无限动力。 好了,接下来请欣赏今天的精彩故事。 第二天清晨,朱天池和钱文娟去酒店找老妈的时候,却发现他俩已经退了房了,看样子是已经回去了。 这个时候,钱文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婆婆爱闹,就由她闹好了,怎么能起他们于不顾呢? 昨天,她和老公完全可以游着她,自己和小姑子睡六楼不就好了吗? 都怪自己不会变通,婆婆对她不满意,让她发泄到满意不就好了。 老公,妈一定是生气了,昨天晚上她是喝醉了才闹的,我们不应该这样,钱文娟自责。 老婆,我妈这可都是冲着你来的,你如果再这样忍下去,迟早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理所当然的。 总之,我不能让我妈这样为所欲为,她可以欺负老爸,但不能欺负你。 要是欺负你,我算什么?我不成百事了。 朱天池笑笑,你最好就当自己是睁眼瞎,顺耳聋。 反正我以后就当自己是这残疾人了。 妈怎么说随便她,不过分就行了。 钱文娟也笑,如果你再给我帮枪,恐怕这辈子我都没好日子过啰。 怕什么?大不了搬出去,他们过他们的神仙日子,我们过我们的小资生活,互不干涉。 还更加亲密,我早就想这么过了,我有时候真是烦我妈和我妹烦得不得了。 朱天池抱怨,算了。 老公,别说了,等会我们回去的时候,少说话,多做事,一定要让婆婆消气,懂吗? 钱文娟再三地叮嘱着朱天池,她只是希望婆婆不要误解她。 她除了不是广州人,没有正规的大学学历,可她是善良的,蜜月两天珠海之旅,算是不欢而散了。 钱文娟尽管觉得自己很委屈,但她觉得自己既然愿意嫁给天池,就要做好受委屈的准备。 当委屈过后,最好呢能一笑敏恩仇,谁让自己爱天池呢? 而且爱得那么强烈,那么透彻,只是可笑的是,照相机里有将近一百张照片,却没有一张是有她的。 要知道,她和天池结婚,除了照了一张两人的结婚登记用的半身彩照外,连张结婚照都没有照过。 人生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结婚,却没能照张结婚照,这不免让钱文娟感到有些遗憾和无奈,就因为婆婆的阻挠,婆婆说又不是什么大户人家,还照什么结婚照,纯粹浪费钱财。 朱天池当时见妈,已经同意了,他俩的婚事就已经很高兴了,关于结婚照的照与不照,朱天池倒觉得这是次要的。 他俩当时的心情,是只要他敬爱的妈妈大人能同意他们的婚事,就已经算是谢天谢地了,管他什么结婚照不结婚照的。 朱天池和钱文娟到了中午十二点才到家门口,可是俩人一直站在家门口不敢敲门,也不敢开门进去,俩人只是一直笑一直笑。 他俩以为,暴风雨即将随着他俩的出现而来临,站了大约十分钟后,朱天池最终深呼吸了一口气,刚伸出手要敲响家门的时候,门却开了,是公公。 他的手上提着两大袋垃圾,爸,妈在吗?朱天池轻声地回道,在啊,公公奇怪地回答,没有什么不正常吗? 朱天池继续问,钱文娟只在一旁笑,臭小子,你才不正常呢,做了什么亏心事一直站在外面,礼物传来婆婆的声音,婆婆耳朵可真是尖,这么小声也能听到,以后坚决不能背着她说她什么。 见婆婆搭枪,公公只是耸了耸肩膀,便去倒垃圾去了,朱天池低着头,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走到婆婆跟前,在她的身后,也跟着一脸诚意的钱文娟,却不想,婆婆却跟个没事人似的,文娟你快点收拾一下,今天中午吃饺子。 哎,这就好,钱文娟见婆婆在招呼她,心里立即乐开了花,她见婆婆没事,比什么都开心,她以为婆婆要么大骂她俩,要么不理她俩,可没有想到婆婆会一点事也没有。 难道是昨天真的喝多了?忘记了,钱文娟赶紧跑到自己的房间,将行李箱放下,再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厨房,拿筷子摆碗,坐了几个小时的车。 原本是有些疲惫的,她此刻一点也不觉得累,她真是觉得自己没有出息透了,婆婆招呼她做事呢,比给她钱还高兴还乐意一样。 此刻,那个可恶的小姑子不坐在沙发上,搁着她的四肢看着她的电视吗?她都不叫她叫你,你还这么兴奋,真是没出息。 妈,对不住啊,昨天的事,您就别往心里去了。 朱天池也走进厨房搭着婆婆的肩膀,真心地说着抱歉,她这么做,为了家庭的和睦,也是为了文娟在这个家里能立足。 对不住什么啊,我都醉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婆婆不以为然地回答,真的吗?真的什么也不记得了吗? 朱天池继续问,万岁,吃饺子啰,这事,似算是过去了。 明天,将是钱文娟和朱天池也要开始上班了。 吃完饺子后,婆婆默不作声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可能是累了。 小姑子继续在沙发上搁她的四肢看电视。 公公呢,给自己泡了一杯茶,走进了客厅坐到了沙发上。 剩下钱文娟和朱天池俩人坐在餐桌前,看着这一桌的残茶盛汤,摇头叹息,天池,你去休息吧,我来收拾就好了。 钱文娟站起身,将朱天池推出饭厅。 被推出去的朱天池看着朱小燕的悠闲模样,于是伸出手用力地拍了一下她的脑袋。 喂,干嘛? 朱小燕摸了摸被打疼的头,并将头抬起来。 臭丫头,你倒是挺清闲的。 赶紧起来,帮你嫂子收十万块去。 朱天池,你干嘛要打我的头? 打坏了我这,高等智力的头,你赔得起吗? 哈哈,高等智力,我看你是弱智还差不多,赶紧起来,去收拾,像你这样的能嫁出去吗? 我还真是担心呢,大学毕业成天呆,在家里也不出去找事做,还待在家里好吃懒,做什么也不干。 想让这个家养你一辈子吗? 朱天池坐在老爸对面的沙发上,你老婆是媳妇,干家务活是应该的。 怎么?你心疼了?心疼的话,你去洗啊。 朱小燕狠狠地瞪了朱天池一眼,你去不去?不去,要去你去好了,又没有人拦着你。 吵什么吵,不就收拾个碗筷吗? 婆婆突然打开房间门,冲兄妹俩大吼一声,然后再迅速关上房间门。 开关门的声音都很响,好像有什么不满情绪一样。 而婆婆喝了一声后,兄妹的吵闹声也立即停止。 朱天池冲着饭厅里的钱文娟笑了笑,钱文娟吐了吐舌头,病头已会心第一笑,继续收拾着。 都怪你,惹妈生气了吧?妈妈在休息呢? 朱小燕责怪她哥,怪我,都怪我,行了吧? 喂,朱小燕,你有男朋友了吗? 朱天池换了个话题,既然你这么懒,你就早嫁出去吧。 我倒是想啊,可是谁要啊? 朱小燕无所谓的回答,我妹妹长得这么漂亮,难道没有男朋友? 我不信,朱天池继续试探,并时不时给她戴高帽,不信拉倒。 对了哥,你们单位有混得好的同事吗? 给我介绍介绍,当然,不能像你一样是平头百姓。 像我朱小燕这学历和这长相的,至少常找个副局长。 如果是正的,更好不过,我可不想学你一样。 惹妈妈生气。 朱宏燕说这话的时候,一点也不含糊,还真以为是个什么角色呢? 局长倒是都结了。 亿万富翁,你要吗? 朱天池用鄙视的口吻问,可没想到朱小燕却当真了。 真的?亿万富翁?那赶紧介绍给我呀。 朱小燕眼睛睁得老大弟回头看着他哥,真挺感兴趣的模样。 要真找个亿万富翁的话,我至少可以少奋斗一辈子,还真是不知道廉耻呢。 看来他是打算嫁有钱人了,真是跟妈一样,浑身同秀。 做你的美梦吧。 朱天池拿上沙发上的靠垫就朝朱小燕的头上扔去。 喂,我说了不要破坏我的头,我的头可是很珍贵的。 你再欺负我,我告诉妈,去。 朱小燕将枕头再回扔过去,真是长不大呀。 你们慢慢闹,我出去溜达溜达。 朱文田看着爱闹的这对火宝,笑着站起身来。 爸,你越长越帅了。 小心被年轻美眉给拐跑了哟。 朱小燕大声地逗着他爸,他是想故意让房间里的老妈也听见,越来越没正形了。 朱文田乐得眼睛都笑眯了,哼着乐曲纷飞燕就出门去了。 等一下,老朱,我也跟你一起出去。 这个家,吵都吵死了。 可能是朱小燕的话起了作用吧。 周玉和赶紧从房间里跑了出来,跟在老公的后面走出了家门。 朱小燕和朱天池都相识大笑。 40岁的周玉和向来很紧张60岁的朱文田,要知道才出门两天。 周玉和不知道给朱文田打了多少次电话。 尤其是晚上,朱小燕的耳朵都起茧子了。 看着白发苍苍的老爸和身姿,交好一头黄卷发的老妈俩人的背影从眼前消失。 朱小燕笑着感叹地说,还真是典型的老夫少妻哦,羡慕死人了呢? 我一要向妈妈学习,找个年纪大的男人来结婚。 你看老妈多幸福,掌握着家庭大权不说,老爸都快被老妈给迷死了。 哈哈,说完江头用手撑起,眼睛继续看着他割珠天池。 哥,回到正题了。 如果有有钱的朋友,40岁以下,哦,不,左右都行,介绍给我认识吧,我可不想象某些女人。 成了男人的奴隶不说,过不了二三年就成了黄脸婆,整天为了钱奔波劳碌的,人生短暂,要知道享受才是。 像我这样要学历有学历,要长相有长相的女子不利用的话,那叫一个资源浪费,懂吗? 朱小燕说这么长一串都不用打草稿,好像是一直在预谋着的。 小样,以为自己是张子一面,朱天池心里骂道,好,我帮你打听打听,不过40岁肯定不行,妈都才4呢,到时候不好称呼啊。 而且多难为情啊,哪有女婿女丈母娘还大的,是吧? 朱天池表面一本正经,其实内心正骂着她呢。 什么时候,臭丫头学成这副德性了,也是哟,不过没关系的,妈说了,有前途就行,其他都是次要的,朱小燕无所谓的样子,让朱天池更觉得恶心。 那好,这几天你就待在家里,我明天上班就开始给你打听,到时候说好见面的话你就得出来,知道吗? 朱天池一本正经地说,嗯啊,看来我不想结婚都不行了,我哥要急着将我扫地出门了啦。 哎,哼,臭丫头,算你还有点自知之胆,哪有哪有,我可爱的妹妹就是当一辈子的老厨女,我也不介意的啦。 可是朱天池嘴上却说着相反的话,说到这里,钱文娟已经收拾好了,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兄妹俩聊什么呢?聊得这么开心,钱文娟坐到公公先前的位置,笑着问了一句,关你什么事,我们聊天都不可以吗? 小姑子则没好气地冲着她回答,这句话,差点没把钱文娟给噎住,简直是个没大没小不知好歹的臭丫头,钱文娟看了看四周,发现公婆都不在,这正好是个修理小姑子的机会,以后只要逮住这样的机会,就要修理修理她一下,你四岁了吧,我怎么觉得你说话跟十四岁没差别呢,难道不知道规矩二字怎么写吗? 我就不明白了,妈那么精明,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不懂事的臭丫头来呢?没大没小的,赶紧地起身,我要坐正位置看电视,钱文娟批批批批说了一堆教训小姑子的话,心里觉得很舒服,要不是平时爱着婆婆的面子,才不会这么放过她呢? 今天,我定要出了这口恶气,钱文娟的这番话让朱小燕和朱天池俩人都目瞪口呆的 顿悟过后,朱天池笑了,朱小燕则气愤地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你,钱文娟,我告诉妈,去,你们,你们和起伙来欺负我 见朱天池在笑,朱小燕越加气愤,哪有个让老婆欺负自己的妹妹的?去啊,像你这样的,一辈子也嫁不掉,长不大的臭丫头,都四岁了,还就知道在家里白吃白喝,还不懂规矩 你说说,这家里哪一样,东西是你正回来的,钱文娟毫不客气,内心很爽,你,朱小燕说不出话来 她从来都没有想过钱文娟会趁爸妈不在的时候骂自己,臭丫头,从现在开始,如果你还继续畏畏地称呼我,我一定要让你好看 赶紧地叫一声嫂子让我听听,居然敢这么不敬重嫂子,以后你要是嫁掉了,就不要再回娘家 钱文娟丝毫不客气,她只要一想到这几天她欺负自己,她就觉得很气愤 所以此刻她脸上的表情很愤怒也很严肃,与之前有着天壤之别的反差 我,我干嘛要叫你嫂子,你根本大不了我几天 朱小燕从沙发上做起衣来,不满地回答,臭丫头,还不快叫 你这样的话会让别人以为我们家没有教养,懂吗? 朱天池也帮了一句,喂,你们俩,够了优 一向嚣张的朱小燕此刻还真有点怕钱文娟 平时她总是不多说什么,可是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可怕 叫不叫,钱文娟继续装着严肃,心里却乐开了花 以后再叫啦,干嘛逼着我没事叫你嫂子 朱小燕狡辩,好,暂且放过你 如果你以后再未来未去地称呼我,还有你再叫我钱文娟 小心我让妈知道你在外面做的坏事 钱文娟其实根本不知道她做了什么坏事 臭丫头,我说怎么这么嚣张 原来是称握了我的把柄哟 不就是上次和一帮朋友去的厅的时候吃了两次摇头丸吗 谁让自己找不到好工作又无聊呢 纯粹属于消遣啦 她怎么会知道的,绝无仅有的二次而已 起来,坐到一边去 以后这个位置要主动让给你比年龄和辈分大的人坐 不要动不动就睡在上面,要睡回你的房间 钱文娟一把拎开小箍子 正对着电视机看起了电视,并冲着朱天池招了招手 天池,你坐过来 朱天池一边挪动自己的位置 一边问朱小燕 臭丫头,你在外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 我看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学好了 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许芳芳的在一起干的 你那个女朋友一见就是缺心眼的 而且还开始学坏了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学坏 看我怎么收拾你 朱天池以为钱文娟说的是真的 其实她是歪打正着 我,我没干什么坏事 只不过,吃过一次摇头丸而已 以后不吃就是了 朱小燕坦白得很快 她以为钱文娟已经知道了 啊,钱文娟的嘴张得比碗还大 刚才都是她瞎矿的 没想到还真矿出事来了 臭丫头,你找死啊 敢吃摇头丸 朱天池又敲了一下她妹妹的头 我可警告你 你要是再这样堕落下去 你一准完蛋了 哪那么离谱 仅一次而已 下次再也不敢了 都是那许芳芳说 好玩耗刺激我才是一下的 朱小燕替自己狡辩 天哪,家里都出了你这种人了 爸妈却还浑然不知 朱天池叹息着 哥,别告诉爸妈呀 我知道自己是不应该的 我说过了 是唯一的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了 算我求你 朱小燕双手合十 目光带着哀求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然后再转过身 嫂子,也求求你 我才不管你呢 你就是毒贩子 我也懒得管你这种人 钱文娟刺激着小姑子 你,朱小燕的心里 还真是不好受 可恶的钱文娟 把她当成石油不赦的坏蛋了 臭丫头 我不会让你看扁的 从结婚后上班 第一天开始 钱文娟便开始了 她忙碌的婚姻生活 而这样的生活 并不是她想要的 甚至是从没想过 会是这样的生活方式 她不想将生活过得 这么一丝不苟 这么完美 这么辛苦 可是 她又有什么办法去改变呢 所以 这时间并不长的婚姻生活 让她觉得疲惫 更加觉得无奈 幸好老公对她不错 尽管帮助不了她什么 但她的之心和体贴 让她觉得 她的婚姻生活不是没有希望的 只是没有她想象中的 那么如意罢了 她对自己说 一定要努力 努力 再努力 也奢望着有一天 婆婆像爱小姑那样爱上自己 每天天不亮 她就去买菜 跟着婆婆学了一个星期的做早餐 当然 做家务 钱文娟并不是强项 所以免不了要被婆婆责骂 钱文娟只是一直忍着 晚上回到家 还得帮忙婆婆做晚饭 晚饭后 洗碗洗脱地 便就顺理成章成了 她一个人的事情了 婆婆晚上只负责炒菜 小姑子依然是 我行我素只吃不做 不过 自上次后在她的眼神里 倒是多了几分畏惧和少有的安分 婆婆在责骂她的时候 她也不再起哄 只是用她那充满鄙视和得意的眼神 看她几眼 天池呢也依然朝九晚五的工作 清闲而稳定 收入也不低 偶尔晚上帮帮她的忙 却被婆婆总是以各种理由叫走 还有就是 她们俩的工资 从来都落入不了自己的口袋 钱文娟每天买菜的钱 都是婆婆每天给的 婆婆不嫌麻烦 连钱文娟都嫌麻烦了 不能一给就一个星期的吗 连买什么菜都是按照婆婆的菜谱来买的 买完后回到公司还得在那个 小的可怜的本子上系上数 不然得挨上贪污受贿的罪名了 钱文娟每次往本子上系菜前 同事们都会笑话她 更替她感到不值当 一个原本可以嫁得再幸福 自由一些的 有着优越条件的女生 居然选择了嫁给 本地人愿说她是自找罪受 办公室里普遍的女同事都说 嫁谁也不能嫁广东男人 还好 你钱文娟嫁了个老实本分的广东男人 钱文娟每次只是笑笑他们这种 一膏子扫一传人的言语 也知道他们是为了她而抱不平 关于这个买菜做早餐 以及回家后承担所有家务的这个过程 对于钱文娟来说 时刻都有可能被婆婆骂个半死的危险过程 而她总是咬着牙忍受着 心中充满着恐慌跟无奈 这种紧张的生活 钱文娟说 自己迟早有一天要成为神经病 结婚后上班的第一个周末的早晨 钱文娟就被婆婆当着全家人的面给骂了 骂她比猪还蠢 比牛还笨 这尤其让她受不了 更让朱天池受不了 这天前文娟第一次单独买菜 更是第一次单独做早餐 婆婆虽然也起得很早 可是她已经拿着木剑去了附近的公园 跟着公公去练太极去了 钱文娟顶着漆黑的黎明 拿着婆婆给的一百元大钞 心情异常紧张和兴奋 要知道 今天可是她要报仇的日子 她走到周大婶的肉摊子跟前 捡起手指拎起一块肉 周大妈 这肉 多少钱一斤 钱文娟看着周大婶的脸 冷峻地笑着 一听钱文娟叫自己周大妈 原本满脸堆肉的笑脸 凸得就阴了下来 几秒钟的变化之后 她的脸又凸得转阴为情 小妹 这肉一块一斤 你要多少 周大婶接过钱文娟手中的那块肉准备上称 我不要 钱文娟笑着回答 不要 你婆婆不是每天都买肉的吗 今天你怎么不要了呢 周大婶奇怪地问 而且 每次她都要把我这里的猪大骨统统收光的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买你的肉了 哈哈 钱文娟笑着走到另一家肉摊前 周大婶看着钱文娟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看上去真的有些气愤呢 钱文娟在走到卖虾子的虾沈摊前 故意在她跟前晃了鸡晃 这个人更可恶 居然说她是保姆 买虾啊 周大姐家媳妇 今天要撑多少虾呢 虾沈一脸地笑 哼 这会知道说我是周大姐媳妇了 当初拍马屁的时候怎么说我是保姆呢 你的狗眼还真是很离谱 一会是狗眼 一会又是人眼了 大叔给我来石金虾 晃了鸡晃直笑不回答的钱文娟 走到隔壁一家老大叔的虾摊前 并冲着大叔故意叫得很大声 这位虾沈眼睁睁地看着钱文娟 从她的虾摊前擦身而过 一脸的不悦 钱文娟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心里算是爽呆了 终于爆了被乳之仇了 接下来还有好几家呢 尽管今天早晨天气比以往要冷 而且菜很沉很重 可是钱文娟觉得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痛快和轻松 不是说对待敌人要向秋风扫落叶吗 她今天可是痛快地扫了一把 这种扫人的滋味还真是爽呆了呢 嘻嘻 钱文娟是笑眯眯地走到家的 可她没有想到 一进家门 婆婆对她就来了个进门接纳 直接开火 婆婆不是练太极去了吗 怎么这会会在家呢 钱文娟 你今天是不是没有买虾省的虾 你是不是故意的 就因为上次她说你是保姆 婆婆扔下手中的剑 一脸的阴森 站在客厅中间 是的 我没买 钱文娟理直气壮地回答 哦 天哪 还真够理直气壮的 我可告诉你钱文娟 这虾省可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而且还是老邻居 你这样做是破坏我在外面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和灵力关系 懂吗 你 你还真实行啊 知道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了 啊 婆婆批批巴巴就是一顿 反正 以后我是不会再买她的虾了 我很讨厌她 钱文娟叫了一下嘴 那你也是不是很讨厌我呢 啊 啊 没有 我不敢讨厌根本没有讨厌妈 我一直当您是我的亲妈 钱文娟见话给绕了进去 就给自己辩护 别给自己辩护了 你是什么想法 我清楚得很 我也是做媳妇的人过来的 我们 是天生的敌人 如果你想跟我作对 还太嫩了 明天 你要是再去买其他家的虾的话 你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了 婆婆大声地吃喝着 婆婆的话 像一把刀子捅进了她的心窝 即使是敌人 那也是对内的敌人 对外 难道她还不如一个卖虾的大婶吗 拿来 婆婆伸出手 什么 钱文娟心冷地回答 小本子啊 我要检查 每周都这个时候检查一次 钱文娟拿出身上的小本子 递到婆婆手上 婆婆打开本子 阴森着脸在小本子上面 搜索着今天的买菜记录 突然 她大声尖叫 钱文娟 你是怎么买菜的 这菜 比我平时买的要贵好多 是不是你故意将菜写贵 然后好贪污 我靠 婆婆说话还真是不含糊 还真是不含蓄 还真是会诬赖好人呢 妈 您怎么说我是贪污 只是 只是今天市场上的菜 是比以往要贵而已 可能是天气很冷的原因吧 钱文娟不想就此和婆婆发生冲突 尽管她在侮辱她的人格 但她只是想心平气和地解释这一切 别狡辩了 婆婆大声吃喝 不想再听她的解释 钱文娟见婆婆此刻真的发火 于是低下头去 真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不敢再说话 婆婆真的很霸道呢 不就一天吗 这菜的价格有这么大的波动吗 青菜比我昨天买时贵了一毛钱 肉也比昨天贵一块 虾也贵了二毛 婆婆一直比较着念 念完后抬起头看着她 她的眼睛就好像要杀死眼前的这位 她所谓的敌人一样 靠啊 还真是会计出声 一毛两毛的都要计较 都这么仔细 像你这种人 就不配结婚 你以为结婚那么好结 你以为家庭主妇就那么好当 你要知道 我们家之所有 现在条件相当 除了是正出来的 也是日常开支中省出来的 懂吗 还跟我狡辩 以为自己有多大能耐 在我面前 你少装好人 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从明天开始 菜谱上的价格和买主 我一律给你标上 如果你再敢自作主张 看我怎么收拾你 婆婆拿着小本子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边走嘴里还边骂着 真是比猪还蠢 比牛还笨 却还想逞强 靠啊 这是她蠢造成的吗 明明就是菜涨价了 这一顿骂 让钱文娟觉得毫不冤枉 其实这时 朱天池正站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要是再出来帮老婆说上几句 相信这妈又不一定要闹成什么样子了 总之 大清早的 所有人都听到了周玉和骂人的声音 却就是没有人敢出来 替她说句公道话 有些人是敢也会不出来说 那就是小姑子 这才五个人的家庭 复杂的让钱文娟不能呼吸 老婆 老婆 对不住了 见婆婆进了房间 朱天池赶紧从房间里猫了出来 老公 你睡吧 我没事 我要煮早餐呢 今天周末 多睡一会 钱文娟放下手中的菜 再把老公给推进房间里 别感冒了啦 穿这么少 朱天池被钱文娟推到被窝里 没结婚时 这可是这俩人都在睡大觉的好时光 哪会起这么早呢 朱天池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亲了一把钱文娟的额头 老婆 委屈你了 有机会 我们一定搬出去单过 这才结婚几天 钱文娟已经听到老公说了无数次单过了 老公是真心想她好的 但是又别无她法 除了单过 还能怎么样呢 可是单过 这不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吗 除了忍受 还能做什么 钱文娟搬了一把凳子 坐在厨房的灶旁边 拿了一本小说 因为她此刻正在煮粥呢 煮粥很费时 更费看工 时不尽要搅动锅中的粥 不能久久地走开 所以 钱文娟看着看着 居然睡着了 这早起的习惯 练了一周了 却还是没有练成习惯 倒是越练越想睡了 钱文娟还做梦了 梦见自己和老公在天河区买了一套新房子 三十两厅的 可宽敞了 老公正拥抱着她睡懒觉呢 哎呀 不得了了 锅都要烧穿了 是婆婆的尖叫声 听到婆婆的尖叫 钱文娟就会莫名地紧张 她条件反射性地睁开眼睛 站起身来 看到婆婆正往灶上端主舟的锅子 整个厨房是浓烟四起 再掀开锅里的一瞧 天 成炭了 看着一锅炭粥 钱文娟觉得挺好笑的 却又吓得站在一旁 手足无措 哎 怎么就睡着了呢 这 这不是找骂呢吗 刚刚才骂过啊 婆婆用力地将锅子往灶台上一放 然后转过身来 用她那双充满冷峻和讨厌的眼神看着她的脸 妈 对不起 我实在是太困了 太困了就要睡着吗 看来你是到我家来享清福来了 我煮了几十年的早餐 从来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可告诉你 你要是遇到你老公的奶奶 非家伙上身不可 简直是在浪费粮食 婆婆此刻很气愤地坐回到沙发上 钱文娟也跟着走了出来 看大家今天早晨吃什么 都是你做的好事 我看你真是不通人事 婆婆坐在沙发上 继续发飙 妈 我去外面买 我出钱 钱文娟自告奋勇 积极举动 其他她身上 就只五块钱 每天早晨 还是走路去的公司 还好 公司有包装午饭 不然 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个婆婆 真是又凶又恶又霸道 要怎么办才好 钱文娟一边很自责自己住的探州 一边又很苦恼 苦恼得甚至是伤心难过 看来你钱挺多啊 动不动就去外面买 婆婆立即就用轻视的口吻 钱文娟闭嘴不言 人婆婆处理家处置了 小姑子听到尖叫 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就跑了出来 衣服都没来得及穿 妈 出什么事了 家里起火了吗 小姑子明明听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 差一点这个家就要烧了 婆婆双手插腰 并生气地看了钱文娟一眼 还用手指了指她 夸张地形容着 差一点就毁在她手上了 我说嫂子 你小心一点吗 干嘛这么粗心呢 煮个早餐都煮成这样 真是人才 小姑子蔑视地 看了她一眼后继续回屋 婆婆脸上现出奇怪的神色 她确实在纳闷 小燕什么时候开始称她嫂子了 这时 朱天池也跑了出来 小姑子的话她也听到了 她一出来就用眼睛瞪小姑子 小姑子还冲她吐了吐舌头 像个无知的孩子一样 妈 不要责怪文娟嘛 文娟又不是故意的 哼 不是故意的就成这样了 要是故意的还不真烧了 婆婆继续得理不饶人 今天早晨 你就别吃早餐了 让你常常记醒 靠啊 这年代 哪有婆婆惩罚媳妇不让吃饭的 就社会面 钱文娟只是委屈地 回答了一声 知道了 妈 太狠了吧 不吃早餐怎么行 一餐不吃会死人咩 这是对她的教训 要是犯了错误不受惩罚 一辈子都不会长记性的 真是比猪还蠢 比牛还笨 妈 您不能这么骂人 朱天池反驳 此时公公也出来了 今天早晨 我去外面吃 然后走进洗手间 钱文娟知道 这是公公在替她解围 只是不想和婆婆来名的罢了 她用含泪的眼睛 看了狠毒的婆婆一眼 然后委屈地钻进了自己的房间 小样 真是豆腐掉金灰里面 拍不得又打不得 要是我自己的女儿 我 我就开打了 别说是骂 婆婆继续嘀咕着 看这一大清早的 简直是遇到鬼了 什么时候睡觉不好 偏偏这个时候要睡觉 让人看笑话不说 还被婆婆骂了一早晨的 蠢猪笨牛的 太可恶了 钱文娟趴在床上 任泪水淹没床垫 朱天池看着这一切 她心里 除了痛恨自己的无用 别无她法 朱天池每天中午都会利用休息时间 给钱文娟打电话 并在电话中与老婆缠绵 这样的场景 令钱文娟的女同事们羡慕不已 文娟 你吃饭了吗 吃了 你呢 钱文娟每天的这个时刻 心里是最温暖的 一个人在外打工 举目无亲的 能有一个嘘寒问名的人 在身边关心问候她 还有什么去苛求的呢 即使婆婆对她不满 她也不放在心上 文娟 今天晚上 我们在外面吃了再回去吧 整天待在那个充满火药味的家里 我都快闷死了 尤其我妈 变化实在是很惊人 好像她一见到 你就像见到仇人似的 见到我也一样 不满意的很 老公 可是 我们哪有钱在外面吃 你身上有钱吗 我身上就剩下五块钱了 好可怜的 钱文娟一提到钱 就觉得自己前所未有的可怜 我当然有钱 我可是存着私房钱的 我妈不知道呢 一直放在我的办公室的抽屉里 你知道吗 有将近八千多块呢 朱天池神秘地回答 天哪 那么多 要是被妈发现 你可就惨了解 钱文娟金教 就是啊 所以我不敢放回家里吗 要用钱 尽管像我要好了 不过呢 要放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保险一些 坚决不能放回家里 不然 就成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了 西 天池 好过分忧 哪有这样说自己的妈的 钱文娟觉得很好笑 本来吗 我妈越来越令人烦了 不会是更年期吧 对了 我妈生日快到了 到时候 我就买几盒 太太进心口福叶 送她 哈哈 哈 你好过分 好过分啦 对了 今天这么早就打来电话 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当然有了 我已经给我那个讨厌的妹妹 在我们单位 选好了十个最佳人选 由我统一安排见面呢 而且吃饭见面的钱由他们负责 所以呢 今天晚上 是我们的第一次的免费大餐呦 朱天池兴奋地说 真的 真的吗 这么说极有大餐吃 又能将小姑架掉 嗯 朱天池肯定地回答 还真是个好消息呢 我今天中午要少吃一点就好了 到了晚上可以多吃一些好吃的 哈哈 这是一对幸福的夫妻 他们幸福的聊天 幸福的欢笑 幸福穿透到了他们各自的办公室 令所有的人都觉得鸡皮疙瘩掉满地 在这家豪华的湛江菜馆内 简直就是坐无虚席 而且热闹非凡 菜馆的一角 此刻正坐着四个人 两个蹭吃蹭喝的男女媒婆 外加两个正在相亲的男女 男女二人互相对望 满脸惊讶加无奈 在用憎恨的表情死盯着身边的二位媒婆 不敢动筷子 而媒婆二人正埋头苦干 猛吃猛喝 没时间说话也不准备说话 他们准备吃完就走 然后剩下这男女二人继续谈 慢慢谈 媒婆二人只是希望 相亲能成功 王八和绿豆能对上演 尽管室内开着空调 可这两位媒婆还是吃得满头大汗 简直就像是饿鬼投胎似的 吃完后嘴巴一抹 双双站起身来 满嘴是有满面笑容的说 两位 慢谈 慢吃 我们先撤了 不要怕浪费时间 不要怕浪费金钱 要多谈 多了解 明白 于是便扬长而去 剩下满桌子的残茶剩饭 哎哟 还真是够猛的 你这位哥哥 还真是不怕浪费呢 这嫂子 还真是跟着好人学好人 跟着道士打鬼神呢 男的先开口了 他是朱天池单位财务科的科长 名叫范炎 身材中等 方脸高鼻 浓眉大眼 戴着眼睛 很有儒生风范 至于年龄嘛 失岁有余 已经属于大龄青年范畴了 他一直在他的人生道路上 寻寻觅觅着自己的人生伴侣 却不想 伴侣没寻到 光阴却眨眼急过 不经意间就碎了 当他听朱天池说他有一个美貌如花 大学毕业 广州本地的妹妹要招亲时 那叫一个急不可待啊 为了排在第一个和他妹妹相亲 他还不惜大下血本 给他送了梅林凯的全套化妆品 当然 这是那个可恶的朱天池要求的 排第一个见他妹妹的呢 就得送他全套梅林凯的化妆品 否则免见免谈 朱天池认为 反正他的这些同事们有的是钱 不像他除了人一条 有时候是身无分文 此时不勒索 更待何时 也好趁此机会 向老婆表表自己的心意吗 所以 一出菜馆的大门 朱天池就将手提包里的化妆品 满心欢喜地拿了出来 哇 老公 是梅林凯呢 好贵吧 干嘛这么浪费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钱文娟此刻是又担心又惊喜 老婆 这你就别管了 总之 我不用掏腰包就是了 收着吧 嘿嘿 见老婆如此兴奋 朱天池觉得很内疚 从谈恋爱到结婚这半个月 她几乎是没有送过礼物给文娟 见文娟如此高兴 她决定以后会不定时地送她些礼物了 她嫁给她什么也不图 就图她这个人 可她还得受她妈妈的气 连工资以后都得交给她妈妈 想想就觉得亏欠 老婆妈 娶了是用来疼的 而不是用来折磨的 更不是让家人来虐待的 所以呢 家人不疼 她甚至是讨厌她 那就由她这个老公百倍地呵护吧 前文娟是个很容易感恩且感动的女人 即使这不是老公亲自买的 但她有这份心 她就已经很满足了 老公 要是自己出钱的话 别买这么贵的了 反正我也不太喜欢化妆 有钱呢 我们就省着点花 现在工资都上交了 我们一定更节约才是 最好呢 有机会找份兼职做做就好了 赚点外汇 前文娟挽着老公的手臂 走在华灯出生的街道上 阵阵凉风拂面而过 却不能量了她心中的那份温暖 她觉得老公是这个世界上 最把她放在心上的人了 她一定要好好珍惜 对了 小燕 我们换个地方吧 听着这里的吵闹声 和吃饭时的稀里哗啦声 再看着朱小燕皱起的眉头 范言提议 范言从见到朱小的时候 就一直惊叹着 也一直小心翼翼着 她做梦 都没有想到她的同事 朱天池家里 还隐藏着这样一位美丽动人 人见人爱的漂亮妹妹 嗯 这里太吵了 是不是我哥这个家伙 要来的这里 她老是爱来这里吃饭 这么热又这么吵 我都吃不下去 朱小燕神情不满地站起身来 我们去楼下的咖啡厅坐会怎么样 范言笑着提议 生怕得罪了这位美貌如花的大小姐 走吧 我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了 满身都是饭菜碗 朱小燕头也不回 咯噔咯噔就向外面走去 小间 付账 不用找了 范言扔下200块钱就跟了出去 两人乘坐着电梯而下 一言不发地来到了楼下的咖啡厅里 范言只是时不时地 瞟朱小燕两眼 没瞟一眼过后 然后是惊叹她的美貌 坐在暗橙色的咖啡厅里 咖啡厅不仅放着 理查德的钢琴曲 秋日思雨 更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清香 显得安静宜人 这时 朱小燕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这里真舒服 是吗 朱小燕问道 是啊 舒服 安静多了 你要喝点什么 范言炯炯的回答 咖啡吧 小间 两杯咖啡 你叫范言 是我哥的同事 还是科长 朱小燕直白地问道 这个男人有点腼腆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样腼腆的人 啊 是的 这么好的条件 应该要找更好条件的女生 才是啊 我可是没有工作的 结婚后需要男人来养我哟 朱小燕很坦白地说 以我的经济条件 养活你是没有关系的 当然 还会很轻易地养活我们的小孩 范言见朱小燕很直接 她也就不打算照直说 靠 真是个土吊渣的老男人 还没开始就提小孩 你不怕吓跑女生咩 难怪胡子触到地上 也没有女生愿意嫁你 可是 我准备结婚后 不打算要小孩子 听过最流行的丁克家庭吗 那才是我最向往的家庭生活 其实 这不是她内心的真正的想法 她只是觉得 对眼前的这个叫范言的土吊渣男人 她不怎么来电 虽然长相和条件都还相当 但没有令自己心跳的感觉 所以也就胡乱说一通罢了 最主要 她不能随了她朱天池的心愿 那么轻易就将自己嫁掉 更不能便宜了那个可恶的钱文娟 总之 上次被她修理之仇 迟早是要报的 听朱小燕这么说 范言倒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她可是独子 结婚不生子 这不是大逆不道吗 父母是绝对不会放过她的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爸妈会同意吗 范言看着这个美貌的 有奇怪想法的漂亮妹妹 我自己的人生 干嘛要他们来同意 自己的人生要自己主宰 我可不想像我哥哥一样的生活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 关于我哥的 我哥连工资都交给我妈 她好可怜的 经常是身无分文 朱小燕就是想出朱天池的洋相 既然她那么想将她嫁掉 而且还利用她趁此机会蹭吃蹭喝 就是要报复她一下才觉得爽 哼 再有机会 我要让钱文娟和朱天池 这对可恶的夫妻在妈面前 吃个大大的哑巴亏才算完 哦 哦 这是真的吗 范言露出吃惊的表情 难怪这个臭小子敲我给她买化妆品呢 为了能和你见面 她居然敲诈了我好几百块钱 替她买了一套梅林凯的化妆品了 估计是想送给她老婆 不过 小燕 你放心 如果我们能走到一起的话 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敢保证 是吗 可是 我真的不想生小孩也 朱小燕看着这个信誓旦旦的男人 觉得很可爱又可笑 她会娶一个不愿意生孩子的女人吗 就是敢娶 恐怕也过不了父母这一关吧 对于本地人 她朱小燕怎么会不了解呢 没有孩子就等于要了他们的命一样 哎 那也没有办法 尽管我很喜欢你 看你第一眼就喜欢上了 而且很想跟你结婚 但是 我不能和一个不生孩子的女人结婚 而且像我这样的家庭 估计还得生多个 所以 这一点我要向你坦白 泛言沮丧地回答 那我们就做朋友吧 朱小燕笑咪咪地回答 谢谢你请我吃这么好喝的咖啡油 哪里话 如果小燕愿意 我可以经常陪你出来喝咖啡油 泛言无奈地摇了摇头 像这样的相亲 她进行了最少不下二十次了吧 她喜欢的女生不喜欢她 喜欢她的女生她又不喜欢 没有一次能对上演的 不过 我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 这句话 吓了朱小燕一大跳 这是什么意思 是准备不放弃她吗 即使她不愿意生孩子 或者是要改变她 给她生孩子的想法 昏暗的路灯下 这对年轻的夫妇手挽着手 幸福地走在这宽敞的街道上 时而低语 时而欢笑 时而相拥实而追赶 俩人快到家门前时 朱天池突然眼睛一亮 老婆 我们 我们去看电影怎么样 钱文娟睁大眼睛 啊 看电影啊 婆婆会不高兴的吧 我们看电影关她什么事 你不要动不动 就想到我妈行不行 很影响情绪呢 可是 可是你妈真的会生气啊 对了 晚上不回家吃晚饭 你有没有打电话回家 钱文娟突然想到 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没有啦 你有打吗 朱天池反问 天呐 我们都没有打 这下可惨了 回家又要挨骂了 如是我们再晚回去的话 恐怕是骂得更厉害了 钱文娟急得在蹬脚 朱天池低头沉思了一下 老婆 既然早回去也是骂 晚回去也是骂 不如 我们就还是选择晚回去吧 我们好久没有看过电影了耶 整天闷在那个不对劲的家里 我都快闷出病来了 朱天池拉着 陈天池拉着钱文娟的手 就往回走 那好吧 全听老公的 等会要是挨骂的话 最多我不出声就是了 反正 我也是骂成洋葱脸了 嫁到你们家 不知道被骂过多少次了 也不多这一次了 钱文娟委屈地回答 对不住了 都怪我 不过 今天呢 我们就痛痛快快地玩一场 怎么样 嗯 钱文娟坚定地回答 刚走到附近的电影院 朱天池的手机响了 是范妍打过来的 怎么样 范大主管 有希望吗 这才几点 你们就散了 难道又没有了希望 朱天池兴奋地问道 还说呢 你妹妹居然说她结婚后 不想生小孩子 我是独子 怎么可能不要小孩呢 不过 我挺喜欢你妹妹的 如果这个观念改改的话 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什么 臭丫头居然说结婚不生孩子 这个臭丫头一定是没看上人家 所以 胡乱说一通的 这样的好条件的都看不上 真是不知道她还想要什么样的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要工作工作没着落 高不成 低不就的 真是令人脑心又脑费 给她找了几份工作 不是闲累 就是闲工资低 给她介绍这么好个对象 她还嫌东嫌西的 对不住啊 范妍 我妹妹一定是胡说八道的 等回头我教训她 朱天池说着抱歉的话 准备挂掉手机 喂 臭小子 你真的像你妹妹说的那么惨吗 什么 朱天池奇怪地问 你妹妹说你们结婚后 你和你老婆的工资都 上交给了你妈妈呢 像你这样没有主心骨的小子 今后会有什么出息 好可怜哟 哈哈哈 范妍在电话中 用带着同情的语气嘲笑她 大笑三声后便挂了电话 没用的家伙 居然还有女生愿意嫁给你 真是太不令人相信了 范妍边挂电话边骂 她很不甘心呢 哎哟 臭丫头 还真是欠揍呢 把这么丢人的事情告诉同事 以后要让我怎么在同事面前抬起头来 真是欠扁了 气死我了 朱天池埋怨着 怎么了 是不是小姑和范妍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钱文娟问道 这个臭丫头 居然说她结婚不要孩子 要当丁克 而且 而且在同事面前出我洋相 回家我一定给她好看 朱天池咬牙切齿地说着 看来 一定又是泡汤了 这个臭丫头肯定是没看上人家 你要知道 这可是我们单位数一数二的王老五了 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了 独子不说 家里也有钱 不是正合他意吗 干嘛又出这招 回头 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 天哪 不生小孩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个范妍 是独子吧 这肯定是不现实的啦 就算人家喜欢他 也不能继续跟他交往了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结婚不就是为了生子吗 钱文娟真不知道 小姑子的脑袋里整天想的是些什么 反正 好吃懒做 那是天下第一了 这时 朱天池看着钱文娟 死死地看着 老婆 是不是有了 有什么 钱文娟感觉老公的眼神很吓人呢 有我们的宝宝啊 朱天池神秘地回答 保你个头啊 我们不是有那个的吗 说好我们暂时不要宝宝的吗 你着急了 钱文娟红着脸回答 也是哟 朱天池摇了摇头 反正我们俩还年轻 再等等吧 要是有了个宝宝 相信这个家更是不得安宁了 听说有了宝宝的家庭 婆媳关系更加不好呢 咦 想想就怕 不知不觉 俩人又来到了电影院 电影刚刚开演 朱天池忙买了票 还买些爆米花和饮料 便走进了厂内 朱天池和钱文娟看完电影 回到家门口的时候 已经晚上11点钟了 暗场里 这个时候家里人都已经睡了 反正一家人经常坐在客厅里 一句话也没得说 顶多也就他和老爸闲聊几句 国家整治问题 有时候 争得面红耳痴其虎难下之时 婆婆一声令下 无聊不无聊 国家大事 关你们批事 是你们操心的吗 真是闲吃萝卜 但操心 每每这时 朱天池便只好钻进自己的房间去 公公依然端起一杯茶 哼着小曲也回房休息 朱天池小心翼翼地掏出钥匙 打开家门 却发现客厅里灯火通明 钱文娟看到 在沙发上 坐着一脸漆黑的婆婆 像一座雷人的雕塑 妈 你还没有睡呢 朱天池便换鞋换问 她也知道 她的老妈又要发作了 钱文娟也冲着婆婆笑笑 笑得很勉强 也不敢说话 更不知道说什么好 回 来 了 婆婆脱声叶气地问道 这样说话的腔调 让朱天池不寒而肃 妈 您没事吧 不要吓我 朱天池紧紧地牵着老婆的手 准备冲进自己的房间 可是刚到房门口 却被婆婆叫住了 给我站住 臭小子 这么晚回来 干什么去了 婆婆大声地吼了起来 妈 有同事请客 吃完饭 就顺便看了一场电影 回到家 就这么晚了 对不起啊 事先没给家里打电话 不是故意的 只是忘记了 走 文娟 没事了 睡觉 朱天池想就此完事 该解释的已经解释了 老妈还想怎么样呢 站住 钱文娟 我说你长没长脑子 你老公忘记打电话了 你也忘记了 妈 我们 我们确实忘记了 不过 不过 下次再也不会忘记了 一定先打电话告诉您知道 钱文娟紧张地解释着 哼 下次 如果再有下次 你们就不要回来了 我做那么多菜我容易吗 我就不辛苦吗 我见你们上班辛苦 还特意做了你们喜欢吃的菜 可是你们连个招呼都不打 剩下这么多的菜 可怎么办 婆婆看上去像恨到了极点 似乎这剩下的菜 就会成了垃圾一样 剩下的菜 可以放到冰箱里明天再吃吗 朱天池反驳了一句 臭小子 你说得轻巧 冰了的菜 和不冰的菜味道 是完全不同的 煮熟的菜冰过后 就会没有新鲜的味道 你没见过老妈 我这几十年都在每天做新鲜的食物 给你们吃吗 哪一天家里有过如此多的剩菜呢 都怪你 钱文娟 自从你来到这个家之后 这整个家都变了 连气氛都变了 真不知道你当初嫁给我儿子是图什么 婆婆开始将苗头指向钱文娟 钱文娟在走进这个家门的时候 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无论婆婆怎么骂 她就是不回口 每次 你都会装作一副可怜相来讨好家里的人 好像我就是那个十恶不赦的容嬷嬷一样 提到环珠格格里的容嬷嬷 钱文娟倒真觉得和婆婆性格上有几分相似 尽管没有那么狠毒 如果再这样练就下去 总有超过她的那一天 自从来过这个家里 她几乎没有见过公公说过上十句话 不知道公公是不愿意说话 还是不想和婆婆说话 总之在这个屋子里 她最目中无人 两耳也不问窗外事 落得个清闲 她其实在向公公学习 不惹任何人生气 最好就当自己是个残疾 钱文娟看了婆婆两眼后 默不作声地回到房间 准备洗漱睡觉 她原本是想再向婆婆 说几句道歉的话的 看来是没有必要了 这一切都是多余的 任何的解释在婆婆眼里都是狡辩 何必脱了裤子 要放这样的屁呢 见老婆轻松地走进了房间 朱天池也转身走了进去 普通一声关上房间的门 随即便传来婆婆的大声喝骂 天呐 天呐 太目中无人了 太目中无人了 钱文娟算是明白了 对于这样的婆婆 她除了要办残疾 更要目中无人 做到 别人生气我不气 我若气死谁如意 老婆 你刚才好神气哟 我妈这会指不定气死了呢 朱天池伸出大拇指 俩人此刻正坐在床上 聊着天 若隐若现的床头粉色灯 将整个房间照射得充满温柔 更增添了几分暧昧 我有什么办法 解释又不起作用 不解释又觉得委屈 只好躲避了 要闹 让她闹好了 我们又没有做错什么 年轻人要看看电影很正常啊 怎么就那么喜欢计较呢 还动不动就骂我 看来 我真是不应该嫁给你啊 天池 钱文娟感叹着 说什么呢 老婆 朱天池 揽过钱文娟的肩膀 她的肩膀总是这样瘦弱 天池 你妈妈真是不喜欢我到了几点了 对我是一百个不满意 你要是娶个她喜欢的姑娘 最少是个本地姑娘的话 你妈妈或许不会这样的 估计你们俩玩到夜不归宿 她也不会这样生气 你要知道 她现在心里对我有气呢 总以为是我勾引了你 总以为我是配不上你的 总以为我是惦记你是广州本地人 总之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她故意的 我能看出来 而且 你妈妈根本不是什么坏心眼的女人 要是坏心眼的女人 早就是阴招了 也不会这么大声冲着我嚷嚷 是吧 钱文娟分析着这一切 是啊是啊 我妈以前虽然有些霸道 可是远近闻名的大好人呢 性格开朗 而且爱打扮 就是爱斤斤计较 女人吗 这都是通病 根本不算什么大的问题 可是这段时间 反常得很 还有那个臭丫头也是 跟老妈一个鼻孔出气呢 很可恶 朱天池尽管也清楚老妈的变化 可是已经成了一家人了 为可还要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呢 钱文娟靠在朱天池的胸膛前 想到了她和天池恋爱时 遭到婆婆反对时的情形 当初的一幕幕 就像放电影一样 展现在她的眼前 2001年3月28日 朱天池和同事 一起到钱文娟所在的公司查账 当时负责招待的就是钱文娟 这样 俩人就相互吸引了 那个时候 朱天池大学毕业后 刚到地方税务上班 老公 那个时候 你真的好老实 希希 想到彼此认识的第一天 钱文娟不免笑了 那个时候的老公 连说话都会脸红 不过 正是这一点 才引起了她的注意 2002年的元宵节 钱文娟以朋友的身份 去朱天池的家里玩 那个时候 婆婆虽然有所警惕 但是她对她还是很热情的 还问了关于她家庭的一些情况 还说要给她介绍男朋友呢 说是一个湖南的小伙子 在一家公司里做经理 人年轻有为 还打算在广州买房呢 老公 你妈那个时候 似乎已经有所警觉了 所以要急着给我介绍朋友 生怕我会成为她的儿媳妇 她万万没有想到 我却真的就是她的儿媳妇 对我不满 也是情有可原的 钱文娟感慨地说 2002年的中秋节 公司吃完团圆饭后 朱天池带着她 再次走进了她家 并向她的家人宣布 俩人的恋情时 婆婆当时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接连给了朱天池两极响亮的耳光 还脸红脖子粗地 指着钱文娟的脸破口大骂 滚 给我赶紧滚 你就是个狐狸精 我儿子除了广州姑娘 外地的一律不找 你也休想进这个家门半步 老公 当时我真的恨不得找个地方给钻了进去 居然骂我是狐狸精 我像狐狸精吗 钱文娟抬起头望料望老公的脸 那天给她的感觉 就如同是世界末日一样 此时想起还令自己毛骨悚然 紧接着 朱天池就开始抗拒 她开始十天半月的不回家 即使回家 也是喝得乱醉如泥 然后就在家里大哭大闹 甚至还恐喝过家里的人 如果不同意她和文娟的婚事 就从白云山上跳下了殉情 也觉过时 还因为绝食住了医院 那段时间 家里被朱天池闹得鸡犬不宁 婆婆被逼无奈 才勉强答应了她和钱文娟的婚事 在儿子的生命和找外地姑娘结婚之间 生命比任何的一切都重要 也从此 钱文娟变成了 婆婆眼中的眼中丁肉中刺了 只要一见到她 就没有好脸色给她看 老公 看外表你柔柔弱弱的 没有想到在爱情面前 你居然这么强大 那段时间 恐怕婆婆都怕你了 所以才答应的 唉 这可是苦了我了呀 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 钱文娟回忆到 这里紧紧的靠在老公的胸膛上 亲爱的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 直到我妈真正接受你 不再为难你的那天 朱天池紧了紧胸膛前的老婆 要是一直不接受呢 那 我们想办法搬出去 如果再很过分的为难你 我们一定想办法搬出去 反正现在年轻人耽过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还省得整天呆在一个屋檐下吵架 朱天池吻了一下老婆的额头 听着老公坚定的语气 钱文娟越加紧紧地抱住老公 臭丫头 你赶紧给我起来 朱天池第二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了朱小燕的房间 并将她揪醒 干嘛 姓朱的 大清早的嚷嚷什么 被揪醒的朱小燕满脸的不怨 也大声地冲着她割嚷 你昨天跟范妍说了什么 啊 你是想让我把脸丢尽吗 让我怎么在同事面前抬起头来 还说什么你结婚后不会生孩子 你不生孩子 你变个女人做什么 不如做变性手术好了 朱天池愤怒地责骂着 喂 干什么 干什么对妹妹这么凶 听见吵声的婆婆赶紧跑了出来 妈 您这位宝贝闺女 可越来越不像话了呀 您得管管才行 朱天池指着床上的朱小燕 怎么了 她居然在我的同事面前接我的老底 说我把工资全部交给老妈管 经常身上身无分文 搞得我很没面子 昨天同事打电话来 一个劲地嘲笑我 还有啊 您这位女儿说什么今后不生孩子 要当丁克 我好不容易把我们单位最好的同事介绍给她 她居然胡说八道一通 真是气死我了 朱天池愤去递到这苦水 哈哈 原来就为这点事啊 你妹妹可能是看不上人家才胡说的吗 至于把钱交给妈管 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啊 你们所有的钱我一分都没有用 全部替你们存着呢 婆婆不以为然走出了房间 一边走出去还一边嘀咕 我的披风哪去了呢 臭丫头 暂时放过你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 我对你就不客气了 真是懒得跟猪一样 这都八点了 还睡 也不知道帮着嫂子去煮早餐 想让我煮早餐 门都没有 哼 朱小燕继续往床上一躺 被子一盖 并在被子里大叫 妈 早晨别叫我吃早餐了 我还想睡会 知道了 睡吧 哎哟 还真是猪一样的 睡吧睡吧 睡死你 朱天池咬牙切齿地指着床上的朱小燕骂 记得下午和我们一起去相亲下一位 臭小子 你给我过来 周玉和突然一把拉住 刚走出朱小燕房间的朱天池的手 脸上露出愤怒的表情 说话时的声音低沉而干脆 干嘛 有什么事 朱天池很纳闷 老妈直接将朱天池拉到她的房间里 指着桌上的全套梅林凯 这是你给你老婆买的吗 朱天池笑笑 是啊 怎么了 就在这时 钱文娟也走了进来 因为她突然想到 早晨在用过老公送的化妆品后没有放好 怕被婆婆发现了 是回来放进包中的 却不想 婆婆已经发现了 看来 你还真是够疼老婆的呀 我都养了你二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见过你送我什么东西 这老婆才来几天 就开始花大本钱了 没出息的家伙 一见钱文娟不在厨房好好煮饭 冒冒失失地跑进来 婆婆心里的气越是不打一处来 妈 如果你喜欢 就拿去吧 反正我也不喜欢化妆 钱文娟是真心的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 我就是再怎么没钱 也不会要你用下的东西 我不得不佩服 你们这些湖南的妹子 不过 你别想让我有好脸色对你 不过你还真行啊 居然让老公送最贵的化妆品给你 哼 婆婆又开始阴阳怪气地指责她 哼完就擦身离去 妈 文娟不是这个意思 您别这样 行不行 朱天池企图 想替老婆说点什么 毕竟是老妈的问题 老公送老婆一点礼物 真不知道爱着老妈什么事了 她要在这里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钱文娟一愣一愣的 不知道怎样 婆婆才对自己满意 臭丫头 还像个傻瓜 待在这里做什么 是不是又想把我家点燃 婆婆突然转身冲着她吼道 钱文娟只得掉头跑进厨房 我妈 真是越来越离谱了 看来不想办法搬出去 这文娟的日子恐怕也是越来越难过了 我也过得很不舒服 朱天池狠狠地抓了一把自己的头发 倒是钱文娟 婆婆这样 她似乎都没有感觉了 下午四点钟 朱天池带着钱文娟和小姑子盛装出行 小姑子还是刻意地打扮了一番 她穿了一件淡黄色的小棉袄 露出她雪白的景象 景象上套了一条绿色丝巾 修长的大腿上穿了一件浅蓝色牛仔裤 看起来很阳光很青春 婆婆当时要跟着去 小姑阻拦 没去成 她知道 老妈去了 又要问东问西问长问短了 反正 闲着也是闲着 让她见识一下 花样美男对她也没有什么损失 不来店的话呢就赶紧撤 虽然自己把钱放在第一位 可是来店却是一位的一位优 一辈子的事 岂能含糊 婆婆后来没有强行要去 当她听儿子说是他们单位的一个同事时 自然也是很放心 周遇何止所以没有坚持要去 她觉得机关单位的男生 一定是优秀的男生 像她儿子一样的优秀 可是这么优秀的儿子 被一个外地的女人给糟蹋了 如同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简直就是想接受都无法接受 所以一看到这个她不满意的儿媳妇 气就不打一处来 你去干什么 婆婆指着也跟着出去的钱文娟 就是 你跟着去干什么 小姑子起哄 朱天池狠狠地瞪了小姑子一眼 妈 文娟跟我出去后 你就可以少做一个人的饭菜了 集结省又省事 这样不好吗 朱天池不容分说 拉起老婆不等她老妈 说话就出门了 哈喽 小鱼 你早来了 朱天池刚踏进凤凰酒店的门 远远便看到在酒店的角落处 她的同事于天晴 于天晴今年六岁 是人事科的科员 是个很能说会到的小伙子 尽管只有鸡面之缘 但她一直垂目朱天池的妹妹 朱小燕顺着她哥招手的地方望去 只见一个清爽阳光的男生 正站起身朝他们走来 脸上带着灿烂的微笑 身材很高 替着平头 格子的T恤 蓝色的牛仔裤 脚穿运动鞋 朱小燕见到于天晴的时候 并没有很讨厌的感觉 快 快请坐 这位就是朱天池传说中的 漂亮妹妹吧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于天晴边影座边夸朱小燕 这位是弟妹 婚礼那天见过了 依然那么贤惠漂亮 臭小子 竟拍美女的马屁 贤惠也是看出来的吗 朱天池打断于天晴的话 不过 你和我妹妹今天倒是挺般配的 都是运动型的 不约而同啊 有缘分有缘分哟 那是 弟妹的骨子里就透着贤惠 脸上写着贤惠呢 谁娶了这样的女子 一辈子可是享福啊 于天晴先看了看钱文娟 再紧接着看着朱小燕 像小燕妹妹呢 天生就是阔太太命 所以呢 娶了她的男人 也是想不尽的温柔 不过 得要努力赚钱财啊 我要是能娶小燕妹妹 这辈子我就是搭上命 也心甘情愿了 嘿 这臭小子眼光很独到吗 虽然年纪轻轻的 只是把朱小燕说得太轻了一些 太夸张了吧 朱小燕面不改色 却心花怒放 臭小子 别贫了 就等着挨仔吧 你们俩看不看得上 我和我老婆都得蹭 上一餐饭再说 小燕 托您的福了 这是我蹭的第二餐了 最好呢 再让我多蹭几餐 哈 服务员 点菜 朱天池说完便开始招呼服务员 哥 你别像恶鬼投胎似的行不行 还有你 嫂子 别以为是熟人就这样 太难看了 很丢脸呢 朱小燕抱怨家提醒 行 今天斯文点 不给你丢脸 你把我的脸丢光了 我也不给你丢脸 行不行 谁叫你是我老妹呢 朱天池是咬着牙说的 钱文娟只在一旁默默地发笑 安静少言 一向是钱文娟的个性 他只是一边听他们说话 一边向酒店内望着 这家酒店很宽敞 客人稀少 或许是还不到吃晚饭的时间吧 整个酒店的装修以红色为主 每张餐桌上都是红色桌布 以上也是红色套子 连地面都是红色的瓷砖 有一种很喜气的感觉 而且 服务生们也都穿着玫瑰红的工作服呢 钱文娟和朱天池俩人吃完饭后 去了附近的书吧 剩下于天晴和朱小燕 俩人相互对视 于天晴确实是嘴有一张啊 天文地里他是无所不知 他一直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和朱天池俩人 聊着各种话题 把这俩个女人 像掠干菜一样的掠在一边 朱天池是故意这么做的 他是想让他妹妹知道 这个男人不仅长得帅 赚得多 家庭条件好 而且见识广 能说会道 这样的男人还不喜欢喜欢谁去呢 小燕 您像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朱天池一走 于天晴就回到了正题上 也是行次见面的目的 你会喜欢上我这样的吗 好之皆 不过这个男生 这个男生确实挺招女孩子喜欢的 即使没有心跳的感觉 却也并不讨厌 我并不讨厌你啊 我们可以谈谈多了解了解吗 是吧 朱小燕也大方地回答 也不扭捏作态 这让于天晴倒是觉得很意外 总以为像这样漂亮的女生 总会故作骄傲 扭扭捏捏 而她 却显得异常的大方 令人喜爱 小燕 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 对于你 我算是很了解的呀 至于我吗 你哥哥很了解啦 如果有什么质疑的地方 可以找你个打听打听的优 于天晴总是盯着她的脸 看 一刻也不离开 因为朱小燕的脸 确实长得很精致 靠 哪有这样看人的 胆子够大的 这要在以往 一奏一个准 服务员 给我一杯橙汁 朱小燕被看得口真渴 靠 哪有这样看人的 胆子够大的 这要在以往 一奏一个准 服务员 给我一杯橙汁 朱小燕被看得口真渴 这是她喝的第三杯了 片刻后 当服务员端着托盘将橙汁送到时 朱小燕却一个起身要去厕所 正好 托盘上的橙汁被撞 倒在了她的衣服上 喂 服务员 干嘛这么不小心 于天晴见状 大声吃喝 对不起 对不起 服务员是个男生 她此刻正低着头 拿着手上的餐巾不紧张地 擦拭着她衣服上的橙汁 小心点吗 朱小燕抱怨着 算了算了 去忙吧 对不起了 小肩 服务员抬起头 正是朱小燕 小燕 服务员脱口而出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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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赵子俊 是你吗 赵子俊 朱小燕连续说了三个天呢 眼神充满兴奋 是我 赵子俊 赵子俊用不敢相信的眼神 看着朱小燕 用肯定的语气回答 小燕 你好啊 赵子俊伸出她的手 朱小燕也伸出手 赵子俊的手紧紧地握住朱小燕的手 久久没有分开 俩人都面带紧张的笑容和不敢相信的眼神看着对方 你怎么会在这里 朱小燕激动地问道 小燕 先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 等我下了班我再找你 现在 我要先去忙哟 赵子俊下意识地松开了自己的手 掏出口袋里的手机 准备记录 记录完后 说了一声白白便离去了 朱小燕不敢相信 曾经班上的那个大才子 大帅哥 叱咤风云的足球小子 居然会在这里上班哟 有没搞错 此刻的于天晴 坐在一边 看着发生的一切 觉得很不爽 看着朱小燕兴奋的表情时 心里更不悦 小燕 她是你什么人 于天晴冷冷地问道 朱小燕这时才意识到 她是来相亲的 这位对象正坐在她的跟前呢 哦 只是一个同学而已 没什么啦 喝吧喝吧 喝完我也要回去了 朱小燕三两口就吸干了杯中的橙汁 这样的转变 让于天晴有些不能接受 也不太适应 要回去了吗 于天晴问道 嗯 回去了 我觉得有点冷 朱小燕敷衍着回答 真是可惜了 我还买了两张歌剧院低跳呢 于天晴拿出两张票 哦 不好意思了 朱小燕并不为之心动 只是说了一句抱歉的话 是因为你的这位同学吗 有毛病啊 打破砂锅问到底 朱小燕反感起来 看来知识越丰富的人越话多 还喜欢管闲事 才见一面而已 就要管着她了 且 那我送你吧 不用了 这里离我家不远 我自己走着回去就是了 也就几分钟的事 朱小燕已经很厌烦了 要是遇到色狼可怎么办 我还是不放心 于天晴坚持 那 随你好了 朱小燕不再坚持 朱小燕一路无语 她的脑海里 全是刚才见到的 赵子俊的情形 至于于天晴说了些什么 根本不知道 朱小燕看着于天晴离去了很远后 再转身折了回去 她要去等赵子俊下班 她似有好多话对她说 各位 听完后记得订阅小铃铛 后面的故事更精彩哦